前端基礎建設就是先進藝術系統 目前中央有核定了兩條路線 一個綠線一個藍線的優線路網 藍線優線路網目前已經研究送到部門去 綠線我們還在做部分的修正 這個部分基本上中央都很核定 尤其南線明年有編列1500萬的 中央有編列1500萬的要做綜合規劃 我們是相對編列300萬大概1800萬可以做綜合規劃 那這部分就是我們未來台南20年的一個交通建設 那希望能夠有一個軌道運輸來支撐台南的一個交通 不是只有公車或是一般自行車機車 那我們是希望20年發展以後 我們可以跟其他先進國家或者是可以等待開 所以我們叫做先進運輸系統 我們打造台南未來20年的交通 國際化的一種新的願景就對了 然後今年的成果 今年就是說現在已經都送到部門裡面在審 中央在審核了 那明年如果核定下來我們就可以進行後續的 我們是希望兩年109年可以動工這樣 109年可以動工 好謝謝我們局長 謝謝大家